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们以前跟 Hai Brothers CDC 是还不错的朋友 我们是可以一起结伴出行 就是我们去到成都 或者他们来到长朝 我们都会热情招待的朋友 甚至会相约一起去爬山游泳 就是比关系比这里的大部分人都要好 其实我们最喜欢周杰伦 其实我们跟CDC还好吧 秘密就是 其实我们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黑话 答题无相 继续作答 秘密 啥秘密 其实我也喜欢王兴林 算秘密了 妮达在KTV 我最喜欢唱那种90年代老歌 文毕白锦衣抗四高冷 实际是个阴阴怪 一跳舞这个帮座 实际上是我发给圣语的 那苏苏是一个内心很柔软的 虽然他看上去很这样 这样 但是他其实很柔软 我也是道通途说 就盖哥虽然看起来是非常 叙叙风云这种 但是盖的酒量其实巨叙 可能也就只有一瓶乐宝的脸 反正我听到的是这样的 是只有一瓶乐宝的脸 说一个大家可能不知道的事吧 秘密都没啥秘密 就是很早之前盖 还在别的地方打工 然后后来他就成名了 然后我后来差点跟着 当时认识他的那个工作人员 我们一起去打工 之前可能要在酒吧打工唱歌 然后他可能做了一段时间 然后有一个类似舞台总监的人 然后之前带过他 后来我因为我也想找工作 然后就无意间朋友介绍给我认识 他说之前你们有个搞说唱的 那个盖 就在我这儿唱过 想起来挺唏嘘 结果背后还没要我 最逗的是他还没要我 当时想去喊卖了 确实是想 挣点钱 说唱圈的秘密就是 这些朋友们 都已经过上了非常 优秀的生活 对 杨和苏喜欢早上不吃 早饭去晨跑 咖喱打球喜欢耍帅 好吧 这我说了两个秘密了 请说一个关于你自己的秘密 对 穿真高鞋垫了算吗 咖喱跟我一样都很喜欢啃指甲行不行 只有小朋友才啃指甲 其实我跟谢瑞涛是姐妹 行吗 不是这样不好吧 谢瑞涛经常喝酒喝到早上九点 不是这还不算秘密吗 什么才是秘密大哥 我胖了十斤 牙底完全 谢谢 谢谢 我觉得来到这个地方的 所有人都是我尊重的 对 因为大家都能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肯定不一半 请按下照片作答 照片 不能所有都按吧 尊敬应该最尊敬自己吧 我觉得 人一定要尊敬自己才可以 最尊敬 最尊敬 肯定很多人选狗哥 对不对 狗哥都获得这么多票 好 盖哥肯定有很多人选 那我就选 太可特 我摁他的脸 我这么尊敬他 我还摁他的脸 那其实很不会帅 太错错了 要摁吗 好好玩 带哥 带哥和狗哥 两个人可以选吗 我挺尊重小白的 因为他是一个有梦想的人 而且他要把他自己的梦想大声地说出来 他有三个梦想 他要变得更帅更强 然后他要迎黄旭 我觉得敢把自己的目标喊出来的人 都挺厉害的 对 请按一下照片做答 按一下照片做答 那狗哥吧 我就选个标准答案了 那就 MC哈哥 对 谁是我最尊敬的人 还用问呢 他肯定是老年人 MC 好到我 狗哥 有个好多我最尊敬的 让我说一个我最尊敬的吧 MC哈道热狗 那毫无疑问 MC哈道狗哥 那我尊敬 MC哈道热狗老师 热狗 因为我是他的粉丝 MC哈道热狗 我觉得毫无疑问应该是 狗哥吧 我最尊敬的 所有来到中国说唱巅峰对决的rapper里 谁是我最尊敬的人 所有来到中国说唱巅峰对决的rapper里 我和谁肝胆相造 太多了 我选我自己吧 我觉得照顾好我自己就可以照顾好兄弟们 肝胆相这个太难了 我应该只有我自己吧 我感觉 跟大家关系都还可以 不能点所有人吗 选我自己吧 肝胆相造 我和我季季 那你说我要选他了他没选我怎么办 最肝胆相造应该是来自同一个组织的王一台吧 肝胆相造 我 对不起 对不起 只能选一个 好 肝胆相造 TT吧 好吃 TT吧 TT我们平常出来 玩的比较多 喝的也不少 我也是兄弟 两类操 我觉得应该是你打 因为我们之前在20年的比赛里面 我们是唯一两个剩下的队友 对 喜欢一种从小看到大的小朋友 派克特是 十几岁 十四五六岁 我们就在一起 热狗 小胖和Key 教会你脚踏实地 Key 我觉得选一个最近一起健身的人吧 好 我和Bridge吧 我就理解为最照顾我 因为乔哥以前在重庆的时候就特别照顾我 Bridge 好 好 谢谢 谢谢 我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不强 我知道 最想给爱热 午夜伤心电台发给我六十条音轨 还得让我自己选和声 还得修音 麻烦死了 谁的歌我完全没听过 真男人从不听自己的歌 好吧 真男人只听别人的歌 答题完毕 请离开 问答间继续前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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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